美国现在动作真的是有够大 你看到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 他出来告诉你说 我们会阻止中国武统台湾 而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 也进一步的表示说 对 我们会采用所有的方式 就是要阻止中国的军事行动 所以陈我想请教一件事 他们话当然是讲的让台湾人听起来 这个话讲的真的是一百分 但是问题是 美国在实际支持台湾的动作上面 真的也做到一百分吗 会不会台湾的民众会觉得说 你是不是只有说说而已呢 美国其实一直在印太地区有部署军力 它的部署其实是方方面面 除了它自己的军力以外 还有美日的同盟的强化 还有美国跟澳大利亚 跟英国的军事同盟 还有转移的核子的战舰科技等等 我们从军事实际上部署来看 美国就是舰级履级说到做到了 每一次台湾有事 它立刻都会有相应的 相应的回应 像最近就是两年前的三月 在这个供机有跨越海峡中线的情形 立刻它就是派一个运输机 从这个海峡中线就这样飞过去 那不要说1996年的飞弹危机了 不但是一个航母 还是两个航母打击群 就是巡弋台湾海峡 现在巡弋台湾海峡的过去 不但是美国还有英国跟其他国家的舰队 然后就每个月一次常态的过去 其实它军事上一直都在 只是大家我们平常没有特别去报导而已 那话说的是非常重 话说的非常重有几个目的 第一个就是说把话讲清楚 把话先说在前面 就是台湾的安全是重中之重 不要有误判 所以其实就是说警告的意味非常的浓厚 嚇阻的意味很浓厚 这是第一件事 就是让它战略是越来越清晰的 不要有误判 第二个是其实最近有一些开始 小以大意的情形 小以大意 跟中国说 你如果攻打台湾 是对你自己没好处的 因为会有无法预测灾难性的后果 意思就是说你打不赢的 你打不过我们 你也攻不下台湾的 那攻不下的时候 你自己的国内 可能就会失去中共的政权 所以警告它代价非常大 所以你不要误判 也不要玩火 第三个其实是联盟的意味 所以不但是美国出来说 安倍出来说 澳大利亚出来说 每一个国家都出来说 包括欧洲的国家 所以实际上就是说 现在这件事情是大家的事情 不再是你一件事情 我们特别要提供 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 最近讲的事情 他讲的话有一些不一样 他说 美国会从外交的手段去做贺阻 然后他同时是对俄罗斯说的 也是同时对于中国说的 对俄罗斯说 你不要想要打乌克兰 他说 2014年的时候 我们没有做的事情 我们现在会做 意思就是讲话很有余韵 现在大家都很担心 俄罗斯如果入侵乌克兰的话 中共会不会同时侵犯台湾 中共现在是面对四个火药库号 中日之间的问题 然后跟台湾之间的问题 跟南海的问题 跟印度的问题 所以他其实呢 他的头痛 他自己的问题比较大 就是他如果一旦侵入台湾 他自己的周边的情况 可能会掌握不住 那当然欧洲的情形 跟中国情形也会有联动 是没有错 但是美国同时有顾到 他是说呢 2014年你们这个 古东克里米亚脱离 然后呢 去造成继承事实 我们当时没有做 我们反应太慢 现在我们准备做 我们没有做的事情 那对中国怎么讲呢 非常有意思 他说我们会尽一切的行动 然后呢 去确保中国大陆 不会来攻打台湾 而且呢 你所说的情形 就是中国攻台 我会never happen 绝不会发生 我们会尽一切的能力 去确保绝不会发生 并且说他已经努力了八个月 所以话是说的非常重要 但是没有做 没有做的事情到底是什么 没有做的事情 就是第一个他制裁太慢 而且他没有军事介入 他没有军事介入 北约也没有军事的回应 在乌克兰这件事上 克里米亚 透过这个假公投 透过这个亲俄人士的 这个内部的这个渗透 跟回应 其实台湾现在也正在发生 他没有一个军事上面 合一的决定 太慢 而且他军事 经济的制裁在后面 可是呢 都不到位已经来不及了 所以他说现在 我们已经早就注意到了 所以现在我们不会慢 而且现在我们会有 2014年所没有的行动 对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